一击与男人私会 意外被女孩撞见 为了不让老宝发现 他私下和客人谈恋爱 慌忙拉女孩进屋 男人赶紧躲起来 但想到和心爱的人恋爱还要遮遮掩掩 感觉太丢脸了 于是恼羞成怒地离开 但动静还是惊动了老宝 一击将身上的钞票塞到女孩手上 栽赃是女孩偷钱要逃走 老宝拿起藤鞭就往女孩身上抽打 老宝听到后停止了抽打 一击让女孩闭嘴 仍在添油加醋让老宝赶他出去 老宝转头让手下抓住一击 一击被孤注动弹不得 老宝顺势检查起一击的身体 得知他的确与男人私会了 狠狠扇了一击一巴掌 老宝命令将大门拴紧 一击和女孩在大雨中都很狼狈 他们谁都逃不出这个牢笼 这是个充满了禁忌的牢笼 女孩在被家人卖到这里后 就和被卖到另一处的姐姐分开了 她无比渴望和姐姐一起逃走 但是她不仅没有赎身前 还被当红一击出逃所嫉妒 因为她长了一双如蓝宝石般的美丽眼睛 这样的美人胚子会威胁到一击的当红地位 为了让知情的一击说出她姐姐的下落 女孩答应乖乖听出逃的话 为她做牛做马 终于挨过栽赃与耻笑 得知了姐姐的下落并重逢 他们相约偷了钱一起去桥边会合 但女孩才爬上屋檐没多久 就扑他一声吊了下来 被老宝抓回屋里疗伤 这下女孩彻底被老宝盯紧了 还欠下一屁股债 老宝无奈地拉拢女孩 她的父母都离世了 这里就是她唯一的家了 女孩只好年复一年的做奴婢 以偿还债务 因为她犯下的错未能当成一己 柳暗花名又一村 女孩在桥上时遇到了一位大叔 她不仅请女孩吃好吃的抱冰 还让女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 大叔看到女孩总愁眉不展的 希望她能笑一笑 看到女孩露出了微笑 大叔也感到很开心 还给了她一笔钱买东西 随后就和同行的一己离开了 从这次经验的偶遇后 女孩就将大叔视为精神支柱 她将大叔给的钱都供奉给神灵 祈祷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己 再次见到大叔 进入他的世界 几年后女孩已经15岁了 和她一起当奴婢的小南瓜 已经具备了成为一己的资格 这天正是小南瓜的出道日 眼看小南瓜的乐器没有带上 女孩忙将乐器送去 在院落里女孩偶遇了大叔 仅此一眼 女孩就落荒而逃 她不敢面对这么多年都在惦记的人 只是暗自怀揣着少女的情愫 女孩将要迎来最重要的客人 京都最美的一己于姐 于姐选中了女孩作为一妹 并承担她所有的学费和开支 直到女孩出道成为一己 而且承诺女孩能再出道半年内就偿还债务 否则自己将加倍还给老宝 听到于姐信口开河 老宝并不相信女孩有这么大的魅力 但对自己百利无一害 便答应了下来 于姐认定她是水命 拥有强大力量 早在女孩小时候 算命的人就说过她命中带水 滴水能穿时 水会为自己开路 是时候另辟蹊径走出自己的路了 于姐让女孩在几个月内掌握当一己的门幕 但这本需要锤炼数年 所以女孩日日夜夜都在练习一言一行 学会如何吸引人 异计就是行走的艺术品 这让女孩备受磨练 如同美人鱼刚拥有了双脚 在走路时都得忍受刀尖采写的疼痛 但女孩忍受过煎熬 不负于姐的期待 出落为盘量调顺的异己 女孩只需要一个眼波流转 就能让大街上的男人痴迷 不顾前路跌倒在地 女孩终于迎来了她的出道日 在众人面前表演直善 她的身姿卓越 让在场的众人为之赞叹 每个人都记住了她的那双眼睛 然而从小针对她的一级出逃来砸场子 和众人嘲讽女孩只是个奴婢 于姐教她忍辱负重 要感谢出逃的指点 但女孩没有听话 反而笑里藏刀 在话语中被刺了出逃 这让出逃怀恨在心 事后找女孩算账 女孩被出逃扇倒在地 从那以后 出逃四处散播女孩的谣言 称她是个破血 只要是女孩的客人 出逃都会抢过来 于姐带着女孩参加相扑大赛 来结识她的贵人生姜 生姜不是个好伺候的主顾 在言语中一直贬低一几 但于姐会一直讨好主顾 女孩也得学着讨生姜的欢心 女孩却不是玻璃心 她让生姜敞开了心扉 生姜开始和她滔滔不绝地谈起相扑 这一次后让生姜颇为舒心 女孩也慢慢上了岛 但目光常会落在旁边的大叔身上 只是这样的情愫不能被人发现 女孩收集起大叔的照片 将自己的心和她的照片索好 成为一个美丽的秘密 这天于姐在女孩的腿上 划出一道血痕 疼到女孩大叫 于姐要女孩使出绝招来吸引螃蟹医生 在螃蟹医生医治她的大腿时 于姐在言语中不断暗示女孩的可得性 很显然 螃蟹医生将成为有力的主顾 生姜对女孩的追求也显露出来 她甚至将母亲传给自己的书子送给了她 女孩收下后将自己的信物分别送给了 生姜和螃蟹医生 富贵显中求 这是一步显奇 让两个主顾有了竞争对手 才能让女孩的身价更高 名气与身价都是一季的活招牌 如果一名一季的初夜被拍卖到高价 那将是她一生的荣耀 然而出逃又来破坏好事 在螃蟹医生面前说了女孩的坏话 女孩被贴上不自爱的标签 螃蟹医生便对她闭门谢客 于姐并没有气馁 她又安排女孩登上更大的舞台表演 女孩穿着和服 撑着油纸伞在漫天飞雪中舞蹈 她的曼妙身姿与灵动惊艳了众人 女孩的名气被打响了 轰动了整个京都 一举夺魁 这也让螃蟹医生回心转意 在女孩的初夜拍卖会上 她不负众望争夺到了螃蟹医生的心 以一万五的高价创造了历史 正是因为女孩的高价值 老宝决定让她来继承自己的产业 但初逃对此非常不满 初逃将老宝的茶具打翻在地 要大闹一场 初逃表示自己才是供养老宝的人 老宝却表示她只想的谈恋爱 百亿计的名声都玷污了 初逃声明将与老宝势不两立 老宝不屑一顾 将初逃的房间给了女孩 对女孩寄予厚望 在女孩和螃蟹医生共度出业之后 初逃找到了女孩的房间 发现了她密私藏的大叔照片 女孩要夺回属于自己的秘密 在慌乱中 他们将油灯打翻了 酿造了大火 在这场大火后出逃沉沦了 离开了京都再也没有回头 京都也因为战乱变得面目全非 女孩和于婕也得到别处谋生 大叔好心安排了他们的去处 女孩来到深山老林中 过上粗茶淡饭的日子 直到深江找上门来 让她出面帮忙 不仅弃的生意需要美国人投资 女孩可以重回一级身份 给美国人当陪酒 而且还能再见到大叔 于是女孩开始重新乔装打扮 深江对女孩也就情妇人 当她看到女孩与美国人在一起时 还以为美国人想更进一步 与女孩开始私会 占有欲和醋意冲昏了深江的头脑 让她的真情暴露在女孩面前 深江甚至将酒杯弄碎 玻璃碎片刺伤了手 女孩想关心她 但大叔却拒绝了 感情的事勉强不来 女孩的心直属于大叔 于解得之后规劝女孩 让她不能拒绝深江 毕竟这是他们有利的老主 女孩没有听从于解 她想让深江撞见自己和美国人苟且 但女孩被小南瓜算计 因为小南瓜一直被出逃扶持着 但她当一击的风头 全让女孩给抢了 所以小南瓜将大叔引导到了屋中 撞见了女孩和美国人苟且 女孩失魂落魄地追出门外 但大叔已不见身影 如今女孩也尝到了被夺走一切的滋味了 她万念俱灰 心像落叶一样慢慢枯萎 直到大叔再次找到了她 女孩心怀愧疚 但大叔让她不必解释 原来大叔一直记得她的眼睛 从小就像蓝宝石一般闪闪发光 她讲起与女孩出狱的成年往事 女孩不可置信 大叔其实一直对她怀有深情 但是大叔欠生姜一条命 所以当她得知生姜对女孩有益 她只能默默接受一切 女孩的心中复杂万千 看着女孩声泪俱下的娇好面容 大叔再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情感 与她紧紧相拥 回想那些年 女孩和大叔在樱花园中散步 话音刚落 漫天的樱花洒落下来 此情此景 大叔为女孩拍落樱花 女孩的心中一定有很多话想和大叔说 意记是滚滚红尘中的过客 装点了他人的美梦 还得恪守着自己不能有情感 但人非草木熟能无情 女孩踏上意记之路 寻找心爱之人 她勇敢地面对艰苦的人生 并发现她的愿望一一实现 她终于得到了幸福